这个星期天1月8号 中国大陆的国门就要解禁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可以出境观光 隔了三年跟中国大陆 都没有通关的香港 都现在宣布 要在当天开放7个口岸 涵盖了陆海空运输 恢复香港大陆 两地之间的往来 但是香港也有设限制 它设的是限额 每天只接收个6万人 然后进入香港的中国大陆 观光客要拿着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 预约通关的网站 从星期四晚上6点启动之后 到星期五中午我们截稿为止 已经超过了28万人登记 刚刚6点登入网页要排队 网页显示等候时间为3分钟 密统显示运作正常 呼吁耐心等候 等了等一转到登记页面 却是空白一片 隔了三年大陆和香港 终于要免简易通关 时间就在大陆国门解禁当天 1月8号 首阶段每天两地各限额 最多6万人 才网络预约制 5号晚上6点一开放 网站还一度当机 以每日大约有6万人 可以在香港通关到内地来计算 即是一个月有近180万的港人 可以进入内地 而两个月就即是超过360万人 差不多是人口的一半 登记通关的预约网站 截止6号中午12点 就超过28万人登记 春节几天时段都已经爆满 根据港府安排 这回开放七个口岸 涵盖陆海空运输 通关时旅客支持48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 而中港两地高铁则慢些 估计在1月15号前恢复通车 迎接通关在集 跨境载客巴士 重回深圳湾口岸 首席路线流程 一切准备就绪 在大陆工作就学的港人 心情更是雀跃 很挂着香港 第一件事就是探亲 因为通关之后 第一时间我自己本人都会回香港 能免去检疫上麻烦 反向探亲 不再受阻 但中港恢复交流 特别是在大陆深陷染疫潮时 部分香港市民还是有顾忌 这几天香港疫苗接种站 重新出现人潮 不少人就怕通关后 香港会受大陆疫情影响 不仅担忧疫情扩散 也怕资源被抢光 先前上海复兴医药 不仅担忧疫情扩散 也怕资源被抢光 先前上海复兴医药 就发布消防疫苗 开放大陆民众可以付费到香港接种BNT2加疫苗 随着通关后 最快这个月上旬就会实施 除了疫苗外 香港药局这阵子也出现药荒 一些厂牌的退烧止痛药 早被抢购一口 港府称为了确保药物供应稳定 不排除会立法规管买卖 其实不只是药 大陆现在只要是跟疫情相关的医疗物资 都有缺货抢购现象 血氧机也是其中之一 缺购的话 每天晚上8点抢购 但是我每次预约了之后 基本上两秒钟三秒钟可能就没了 大陆购物网站上 近一周血氧机的成交额同比增长61倍 床商库存都已经清空 只好要求源头产线 能加紧赶工 应付大量需求 库存水位现在已经出现高景 现在公司生产部门正在加紧组织人手 加班加电 整理这些供应商渠道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交付 大陆工信部也紧盯血氧机生产厂家 希望扩产来增加产能 大陆现阶段应付燃疫潮出现的乱象 在1月8号国门解禁后 香港首当其冲 恐怕难逃颇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